昭明受傳醫院的急診室內 陸續送來因為二氧化碳外泄 而中毒昏迷的工作人員 他們在海龍離岸 封店陸浴降壓站內工作 上午疑似是因為降壓站內的 二氧化碳鋼品外泄 造成正在工作中的員工吸入 出現中毒現象 一共有14人被緊急送醫 其中有3人到院前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情況你知道嗎 他說虛弱毒爆掉 爆掉 如果不在那個公地 有從其他的地方過 可能在測試怎麼樣去激發 彰化消防局接獲通報後 緊急出動救護車7輛 以及2輛消防車前往搶救 事發在下午10點鐘左右 海龍離岸封店陸浴降壓站 傳出二氧化碳中毒事故 在場的施工人員首當其衝 9人中有5人意識昏迷 被緊急送醫 其中3人到院前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陸續搜救到其他的受傷人員 一共有14人被送醫 至於確切的事故發生原因 人帶釐清 東森新聞 陳永毅 張華報導